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3日 巴西制在三分 周五早上 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继续上演 届时智利将坐镇主场迎战巴西 智利本届外围赛表现未尽人意 目前六战只得一胜三合二负的战绩 反观巴西火力全开 六战全胜牢牢霸占小组投名位置 此番交锋 巴西显然值得被看高一线 在此前的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中 智利的发挥就相当一般 头六轮只得一胜三合二负的战绩 排在积分榜第七位 虽说外围赛还胜十二轮之多 他们仍有奋起直追的机会 但就以球队所呈现的竞技状态来看 想要进军世界杯还是颇具难度的 在今下进行的美洲杯中 智利的状态和此前世界杯外围赛相比 并没有太大改善 小组赛一胜二合一负 得失求比位三比四 而唯一的胜仗 还是在小组世界排名最低的玻利维亚身上取得的 可见没有什么含金量可言 尽管如愿获得出现资格 但随即在半准决赛中 领比一负于巴西 草草结束美洲杯征程 这也是智利自2011年后首次未能杀入美洲杯四强 曾经的冠军之士如今已风光不再 阿杜罗、韦达尔是智利本期大名单的领军人物 这位效力于国际米兰的中场 依然是智利不可或缺的球员 尤其是在阿利斯 珊奇是因伤缺席的情况下 但此子如今已经34岁 竞技状态大不如全 今仗面对爱达、米列达奥、马昆奴斯、格利亚等正值壮年的球员 所领衔的巴西后防线 智利胜算的确不大 巴西在本届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中的优势非常明显 是唯一一只保持全胜的队伍 六连胜基18分 占据基分榜第一 遥遥领先其他对手第二名阿根廷基12分 只要没有意外的发生 巴西以南美洲第一的身份晋级世界杯不是问题 外围赛 巴西进攻端火力全开 攻入16球之多 军场入球数高达2.67球 头号球星尼玛 达施华一人就贡献5球 而防守端 巴西的表现亦相当稳固 施球数只有2球 卡路士、卡斯米路、艾达、米列达奥、马昆奴斯、格利亚等手将的表现值得称赞 虽然在此后进行的美洲杯中 巴西未能如愿在决赛击败阿根廷 实现未免美洲杯的目标 但他们却在另一个赛场实现了未免的任务 那就是奥运会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决赛贡献制胜入球的马尔干 奥利华拉同样有份入选本期国家队大名单 虽然因疫情原因 在英超效力的罗拔图、费明奴、理查列辰、安达迪等人未能来到国家队报道 但巴西足协随即进行了补招 像本赛季在巴甲有不俗表现的侯克就因此受益 时隔多年再次披上国家队战袍 森巴军团如今人才挤挤 就算缺少了在英超效力的几名汉将 阵中依然有卢卡斯、伯基达、云尼斯奥斯、祖利亚、马图斯、古恩夏等在主流连赛踢球的球员 面对阵容实力和状态均不再最佳的智力 巴西剑指外围赛期连胜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好 好 好